全灣路德惠真的有很多小食 這間豪德喜開了五、六年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試 招牌菜有香飽蝦米腸和煎蠔餅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香飽蝦米腸 原來五、六年前 豪德喜在青衣氣棚旁邊開了一個小檔 當時很多人排隊 又很受歡迎 之後就來這裡開了這間小食店 但如果不喜歡蝦米的人 應該不喜歡吃 因為它有很大股蝦米的味道 那就是你 什麼 你想吃蝦米 但是 我覺得蝦米醬很香 不知道是不是蝦米醬 為什麼不喜歡 不知道我還有什麼醬 還有可以選擇辣或者不辣 點了小辣也覺得有點辣 好大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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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它是馬上炒 剛剛的點餐 就馬上炒 在裡面炒 不要拍你 你這麼醜 吃一顆紅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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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後我們來到這間開了大半年的有緣腸粉王 我們就叫了一顆芫茜牛肉腸 我們就叫了一顆芫茜牛肉腸 它的廚房很開揚 你簡直看到師傅 立刻在這裡做腸粉 很辣 它的油 是嗎 我覺得是 你有沒有吃到 吃到一點點 但我完全吃不到牛肉 你吃吧 你吃吧 20雞不中有 好嗎 好嗎 拜拜 嗯 好吃 嗯 我們早上炒雞很香 是嗎 完全不吃炒雞那些人不能吃這個 你覺得好不好吃 不錯 這個也不錯 好滑 怎麼算有這麼多產品 你試吃哪一間好 你可不可以夾好汁給我 那它是這樣的 它完全是 攪拌一塊 攪拌到我的口 不是 攪拌一塊 就是夾一點東西 然後攪拌到我的口 要等我自己 好 這叫做得好嗎 我覺得這盒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套 沒那個套 沒得起嗎 對 我覺得沒沒得起這麼大盒 但是也可以接受 它這個是20元 豪得起那個是28元 就是 也不錯 我覺得可以叫它多加一點醬油 你吃吧 這間也不錯 但是豪得起更加好吃 你覺得呢 這個是NG片段嗎 對 我覺得很好吃 兩間好吃 如果只要選一間 每一間都很便宜 總括來說 如果喜歡重口味 可以選擇豪得起 因為它是即煎 還有你吃得出來 很有鍋氣 如果不喜歡這麼油膩 就可以選擇有原腸粉 它的腸粉是即煎即蒸的 有部機推進去蒸 然後腸粉的質地 就比較滑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 可以給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